临床上,很多种流患者到晚期会经历疼痛、腹胀、胸闷气喘等各种症状,不少患者会出现不同部位积水,比如腹腔肌液、胸腔肌液、心胞肌液等,当出现腹腔肌液时,表现为腹胀、疼痛、食欲差、呕吐等症状,当出现胸腔肌液或者心胞肌液时, 病人可能会有胸闷、气喘、呼吸困难,甚至肩肺功能衰竭,胸腹水主要特征为增长血素,多为血性,穿刺放水后,有血素再增加的倾向,利尿机效果不佳,临床比较困难,为什么晚期患者会有各个部位的积水出现? 一、肿瘤细胞转移,当肿瘤细胞转移到胸膜或者腹膜,使得血管通透性增加,血管内的水及红细胞会渗出到血管外,引起胸水或者腹水,部分病人呈现出血性胸腹水,就是因为红细胞渗出过多。 二、严重低蛋白血症,绝大多数晚期患者食欲差,即食量上,营养物质摄入不足,而且肿瘤不停地消耗营养物质,引起严重低蛋白血症,血酸胶体渗透压不低,引起血管内水分露出到血管外引起胸腹水,尤其是腹水病人。 低蛋白血症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原因,三癌栓阻塞或肿块压迫当肿瘤增长巨大,会引起血管障碍,当血管内压力过高时,可引起静脉血管床充血,净水压增高,致血管内外液体将会失衡,组织液会吸收减少而落入胸腹腔引起积水,比如原发性肝癌或者肝软瘀,由于肝硬化或者门静脉癌栓引起门脉高压, 会出现大量负水,肺癌晚期患者当胸膜转移结结,其大核阻塞毛细血管和淋巴管会引起大量胸水,一般来说,肺腺癌发生胸水负水比较多见,正是因为肺瘤癌在局部生长较多,而肺腺癌容易出现血型转移。 4.抗力尿激素增多 多种恶性肿瘤均可引起抗力尿激素综合征,在肿瘤临床中较为常见。 如肺癌、胰下癌、脑瘤、血液肿瘤等,尤其一小细胞肺癌,SCLC最为多见,表现胃水负瘤,尿的排出增多,水排出烧引起僵磨成肌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